焦点转回到台湾 台湾又再度登上国际版面 但是这一次可不是什么台湾之光 而是在前两年把各国脚的 天翻地覆的比特币勒索案 凶手抓到了 竟然是我们台湾一名 年仅23岁的少年 国际警察抓他抓不到 所以他实水之位 转而勒索我们台湾的第一金控 没想到踢到了铁板 留下不少网络记录 也让我们台湾的资安专家 巡献歹人 我们就带您看一下 现在比特币非常的好 那在第一金控呢 2016年的9月份 就首次遭到了骇客勒索比特币 这是国内手中的案件 而这个23岁的诚信嫌犯呢 他就骇入了第一金控的网络 而且直接该勒索要50枚的比特币 不然他就会全面瘫痪 第一金控的系统 那没想到时隔一年半 他终于遭到了逮捕 不过他这样的行为呢 也引发了国际哗然 为什么呢 其实他才高职毕业而已哦 他的资历是高职的资讯科毕业 而且之后他就自学了网络攻击的方式 那在2015年的7月份呢 他见到第一金 招到了国际骇客乍领ATM 所以他就觉得可能有机可乘 但是他之后就开始改写城市 直接勒索国内的5家公司 还有像是中国的2家公司 以及新加坡的1家公司 总共有8家国内外的公司 总共勒索到了100枚的比特币 那如果我们换算一下 其实当时比特币的市值呢 可能100枚达到200万元的台币 那如果现金来算的话 已经增值到3000万左右了 不过这个诚信嫌犯表示说 他其实已经全部都花光了 那紧接着到2016年的9月份呢 他就转而勒索第一金 所以在这里遭到踢到铁板 反倒还留下了记录 让他时隔一年半之后 就遭到警方的逮捕 不过也就是因为 比特币的价格不断冲高 因为现在一枚比特币 就相当于28万的台币 扬不少人心生歹念 又国际骇客昨天晚上 再度发动了网络攻击 引发了市场上的人心惶惶 冲击到了比特币价格 昨天暴跌 还跌破了1万美元 就一个比特币的交易平台 叫币安交易平台的用户呢 其中他们就表示说 他们纷纷遭到了骇客攻击了 他们也表示说 他们手中的其他小币 除了比特币之外的其他虚拟货币 纷纷都遭到卖出 反而去买到了一个 像是新的虚拟货币 叫维尔币的部分 账户都莫名其妙多出了 这个维尔币 那市场上也引发了阴谋论 是不是因为他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引发市场恐慌 反倒是会导致 比特币的价格出现波动 他们再来借此放空比特币呢 这也是市场上在讨论的重点 当然现在这种新形态的犯罪问题 层出不穷 然后各国真的是相当头痛 不断地祭出新的监管规定 而昨天美国官方又再度发话 然后市场上陷入恐慌 到底美国说什么呢 他们就表示说 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 重申数位的货币平台 如果你想要交易虚拟货币的话 就一定得要向他们来注册才可以 另外像是日本的金融厅呢 他们表示说要处罚部分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并且还要勒令其他几家要暂停业务 所以这个监管有开始升温的情况之下 也引发了市场上对于比特币的信心 看一下这两天的分时走势图 比特币的部分 从昨天原本还在10702美元之上 没想到直接大跳水 最低还回测到了9481美元 有引发了恐慌抛售 昨天直接大跌了10% 还跌破了1万美元大关 目前都在9000美元附近的震荡徘 那另外其实老是被攻击的不只是比特币 还有就是苹果了 因为去年他们推出iPhone X 最上方的刘海造型呢 老是被大家嫌丑 不过这个设计却是越骂越红 因为现在像是中国的大厂OPPO 还有华硕等各家大厂都要争相模仿 但是没想到苹果这个老大哥 又不想要用刘海了 根据韩国媒体的最新报道 苹果可能在明年的秋季 要把刘海剪掉以落实全萤幕的设计 无边框萤幕设计iPhone X的刘海造型 成为机身最醒目的招牌特色 韩国媒体报道在2019年 iPhone可能取消刘海设计 落实全萤幕设计 只是因为大家希望高屏占比的情况 那你又要前镜头跟前置的感应器 目前看起来没有其他比较好的做法 那我是认为苹果如果它找到更好的做法 那应该它也会把这个刘海砍掉没有错 但是可能19年要用 我还是觉得有点太衔接一点 原先刘海的区域是放置3D感测元件 与照相镜头模组 刘海消失之后 手机还是具备脸部辨识功能 技术的关键就在于苹果 如何在全萤幕的设计条件下 放置接收器 前置照相镜头 及3D感测元件 为了全萤幕的设计 不少手机大厂 包含OPPO即将发表的旗舰机款 R15 华硕 Zenfone 5 LG新一代旗舰机 G7 以及全球第三大手机大厂华为的P20 新机全萤幕都是用刘海现身 今年整个全屏幕的这个手机呢 大概渗透率会从去年的8个percent 今年一口气大概拉到40 大概拉到可能45个percent 那这个其实成长的速度是非常快 那甚至于我们预期三年后 可能每十支里面有九支 都会采取这样的一个设计 提高萤幕占比 同时正面还要有镜头感应器 不规则的萤幕切割技术 已经成为主流 萤幕占比高成为旗舰机的标准配备 也是各家手机大厂相继革新的新机趋势 记得两万余克斯安台北报道